台北股市 股市脈動領先市場掌握前潮 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股動前潮 我是張志成 各位 台北股市今天繼續的航向 所謂金金漲之路 其實講個金金漲 主要的理由是在 我相信投資朋友 一般你沒有看到非常明顯的大量 你都認為台北股市好像都漲不動 尤其我相信在昨天 我還是提醒大家 我還是提醒各位 我甚至用呼籲兩個字來告訴你 一個三角形最小測量滿足的部分 當時從8107突破這三角形的整理下降壓力線 它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這個意義的突破過後反而 應該是強烈的多頭攻擊的訊號 未來的基本測量最小滿足幅度 可以比你外資的一個價位 可以到8883 甚至是兩個高點避過的結構 但是反而融資卻一直都在減 我一直告訴大家 這一段 這一段 你看看這一波整理的空間 這一個空間 還有這個時間波 整理了一大段13週的時間 漲勢上來 連一個反彈的0.618都還沒到 那我請問各位 我請問各位 各位難道 一個股市的行情 全球景氣的上揚就這樣結束了嗎 那我不曉得為什麼可能是因為市場上有一些大家可能認為有正正的關係 可能你認為好像國際股市都漲多了 台股在一路不停一直津津漲 所以你心裡面會有一種恐懼感 想買又怕怕 但是各位當你每一天 你還在思考在怕怕問題的時候 大盤不是沒有震盪不是沒有給你機會喔 那等到你又看到 來歐元區 綜合的PMI增加速度 各位 歐元區的PMI從上一個月份 我就告訴各位啦 占到50以上 這是視為相當重要的利多 歐債經歷了多久 9月還加速啊 你看這個指標 摔了一下拉的這麼快 來 而且喔 新創業成長加速啊 帶動7月活水的水準升高 9月新訂單連續兩個月增加 創下2011年6月來最快的增速 新訂單 新訂單代表新景氣 要不要信 看你自己 但是從目前台股 股價總是領先反應的部分 我真的不希望 等到後面大家看到景氣一片龍井了 你要開始認同台北股市 這個大多頭的格局 就在這個時間點 你一定要把握的部分 你反而錯過了 而且各位 今天還多了一個 中國大陸製造業PMI 又創下半年來的新高 這個PMI的部分喔 來各位注意啊 匯豐跟財經資訊的服務公司 Market 昨天聯合發布 匯豐9月份製造業的PMI 各項的數據都优於市場的預期 除了本來的初始值是6個月來的最高以外 產出指數也從上個月的最終50.9 50.9已經擴張了喔 它升到51.1 創下5個月來的高點 而且新訂單指數也是6個月來的高點 新出口訂單是6個月來的首度返回擴張50之上 各位 來你再看一次 中國大陸新訂單 新訂單 所以來到今天的部分 我真的很擔心 我的擔心不只是融資到現在還沒有蘇醒 很多散戶投資還沒有蘇醒 我更擔心的是 昨天市場上 好不容易金管會終於開放了 所謂1200多檔的股票 只要有融資都可以平板以下 可以放空 其實對台股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資金的活水的能量 代表整個交易的一個品質 跟一個速度 是完全吻合市場的期待 啊可是欸 這一整段都在走多 所有的均線 我過我這個中秋以前才告訴大家 全部都在多頭排列 反而融券 昨天利用 欸開放這麼多年下來 開放了一個重大的政策 竟然融券單天可以增加 14049張啊 投資朋友融券余額 已經是來到這一波的高點了 融資不增就算了 竟然融券還在增 那我一直跟你強調 這個資金行情 所謂的資金行情 它的力道絕對夠大 你從美元的走貶 你現在看到外資一直買 昨天連續買18天 今天連續買第19天了 這個資金行情 就是在嘎空單 也是所謂的嘎空手 所以我一直以來 我跟你強調 我很擔心在經濟數據 都很強烈正面的時候 投資朋友你反而 在這個階段 你是沒有辦法參與行情的 他為什麼沒有辦法參與行情 因為主流的股票 你以前都看過 你都曾經擁有過 但是你沒有辦法跟它天長地久 最大一段 你都賺不住 但是你看我的節目 你有沒有發現 我一路走來 我都要堅持 從當時大盤 破地點出量 我告訴大家 反轉訊號 V型反轉確定啟動 因為當時這個量 先架行 已經預告8265必過 現在過了8265 後面的8439 我可以告訴大家 基本的一個技術水平 它已經都達到了 好 跟各位講完了 這個大盤的結構以後 我只能提醒你 你要記得張老師 我跟你講的 你光用最基本的 三角形 期間理論 往上去做加總 你就得到這個空間 其實大盤今天只有漲6點 只有漲6點 我多希望它每天就1點1點漲 那卻有很多的主流股票 都可以去漲停板 大漲 漲不停 各位這就是時間 給你的優勢 要不要掌握在於你自己 我沒辦法強迫你 但是至少 我在市場上 我一定要主持 一個很重要的正義 我舉例來講 各位 搶到個股的部分 你看美國的蘋果 昨天國際股市 美國那邊大跌 但是你刮蘋果 你終於看到利多了 當時蘋果跌下來的時候 全市場每一個人都罵 iPhone 5C 那個塑膠的東西可以賣那麼貴 蘋果怎麼賣 看到蘋果跌下來 看到台灣的蘋果概念股跌下來 然後就每個都在罵 後來咧 現在人家三天賣900萬支出來 新iPhone 賣到爆了 各位 我當時怎麼告訴大家的 你不要忘了 大盤在7737點的時候 是我一個人 我張志誠告訴你 蘋果概念股 領軍上工啊 難道那一段都不是嗎 一整個領軍上工 都這邊有很多人 根本沒有把握到當時的真頂跟合成 沒有把握到現在跌下來 都在批評 批評完以後 現在各位你知道嗎 蘋果啊 昨天歷市大漲了幾% 收盤是漲4.97% 實際上盤中 各位 盤中是漲超過5%以上 而且還是把 當時大家認為 iPhone 5 5C 5S8表現的時候 跳空下來的部分 它是做跳空倒形的反轉回去 更重要的是啊 蘋果 各位你注意啊 我還是要跟你強調 有蘋果的概念股在台灣當主流 我認為台股沒有多少下檔空間 所以呢 Apple 它當時從385塊美金 漲到這一波高點 513.7塊美金 它回檔的幅度是這一段的0.5 到了449美金 最低來到447 它就轉折了 而這個轉折 跳空過的下降壓力線 有人確定 要走回升波 這個回升波 你要記住 回檔0.5 上漲 壓得深 拉的速度當然就快 也是以1.5 546塊美金 為一個初步的目標 那麼 你可以發現了 其實所有均線我都不用講 重點 本來蘋果 當時庫克獎秋季會很忙 我就一直跟大家強調 我們什麼都不要看 不要講 營收會創新高的可乘 本來你就已經 已經要坐在上面等著 市場上 來給你黑手黑手抬轎了 欸 你看那支真頂就好了 來 你看那真頂 我提醒一下 你看這4958的真頂 各位 我當時第一段告訴大家真頂 我們從67塊一路做到 第一個77塊 後來打下來74塊2又進 到了78塊6又走 打下來告訴各位 回測 所謂的突破點 通通都是你的機會 有啊 在這裡還在混 但是各位發現 這裡跌下來 大家都罵真頂不好 但是我一直提醒你 我當時在進真頂的時候 我就告訴大家 真頂的營收 會因為蘋果 iPhone 5S跟5C 給它的軟板的量 它現在軟板的量已經是 全世界在蘋果供應裡面排行第二 超過21.5% 你知道嗎 現在蘋果 三天賣900萬支 真頂的部分 你認為他們那個實力 就像當時公司自己講的一樣 營收足跡足月的創新高 那麼足跡足月創新的公司 難道這個回檔 我請問你這個回檔 是空方起的開始 還是多頭漲多的一個回檔而已 那這就是差別了 我給大家的界定 如果你看到剛我講的蘋果 你應該知道 你應該知道 其實有很多蘋果概念股 它都還是有給你 可以進場的機會 不要等到後面大漲了 才說哎呦 各位 我們可能等一下再慢慢講 我要先講一件事 我來到今天 我還是要提醒你 因為很多投資朋友 你這波 我相信很多我所講的主流股 你都賺到一點 但是你問你自己 你每天在看節目的同時 欸 你有去那些事情的人 每天都在你恐嚇喔 你想可能是賺一點點 你就走了 核大 電動車當時多少人講 它叫炒作 你有沒有因為人家講炒作 核大你賺一點點 張老師 讚核大起起了 然後呢 你等一下你就跑了 你有沒有 如果你有 你現在要趕緊去什麼 你去思考 為什麼我可以堅持到目前為止 我認為的主流沒有漲完 而且我一直可以強調 這個叫主流 很多人說不是主流 那我在昨天 我告訴大家 我問了各位一句 難道市場對於美國的 Tesla電動車的公司 在創歷史新高都視而不見嗎 它不是一路用飛奔的 各位這個是標標準準的 明星產業主流類股走法 走高走高 電高過高以後震盪回來測試 測試完以後再走高 測試完警線以後再走高 這個一路都是標標準準的明星產業大多頭的走法 難道市場都視而不見 一天大玩講電動車叫炒作 好啦我問各位你要的股票是什麼 應該是像Tesla這一種 不斷在創新高的股票吧 這不是你最想要的嗎 但是在我們台灣我沒有辦法帶你買Tesla 那我整個帶你做什麼 來核大 各位你看看今天 核大核大核大 代號1536核大 對它不是電子類股 但是各位你有沒有發現 它是標標準準 被Tesla今年下半年 追著訂單的公司 漲不停 今天又創新高了 這當中你有沒有發現 它比漲停板還好賺喔 這不就是你要的嗎 這不就是跟Tesla一樣的走法 你要的Tesla在台灣是不是可以複製過來 有沒有存種 各位 而且核大的部分 我相信到了今天 如果你還認為電動車不叫做主流 那我請問你 如果這不是主流 那還有什麼叫做主流啊 各位 我最擔心的是啊 你少賺了 你還可以趕緊跟著我同步啊 把整個大波段賺到手 但是空單我一直提醒你 我真的搞不懂 大盤空單增加 多頭市場空單意思要增 那你空單自己要小心 但是針對一檔個股 針對一檔個股 股價只有幾塊 我一直提醒各位 核大要往20倍本益比去走 核大我講了很多次 今年EBS至少將近三塊 20倍本益比你要懂得自己算 空間都已經跟你講過了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這些融券空單來到昨天又創高 竟然昨天還能夠增加348張 他還不肯補 已經被尬在波段高點還不補 今天呢 不好意思 有量有價的股票 你今天又被尬到了 你第一段 當時空單在上來的時候 當時投信只進不出 我告訴各位投信先趕你這個空 所以第一段26% 37塊8到46塊4 那就是當時很多人在批評說 電動車 一定是吵錯的 我一個人獨牌綜藝 起立我話最大聲我知道 我們的會員朋友 每天坐在上面 有的人會怕 但是我問問各位 會員朋友們 你自己也知道 你一路從42塊 好30幾塊你可能抱不住 你41塊42塊43塊 你抱不抱得住 你可能都是一樣 人家在批評一下 你就跑掉了 但是你一路40幾塊看 看到今天 最高點50.4 這個第二段 又是21.4%了 這個一路漲不停的 不就是大家要的 我相信我們做多的在這上面 不好意思 我也不是應該要攻擊空單了 但是空單你自己有沒有發現 因為你空單你以為 你不容易斷頭 你保證金多 但是你空單你自己要多保重 我很擔心你空單一不小心 被搞斷頭的時候 我們到時候 我們核大的部分 大賺了 你空單到後面才後悔 但是各位親愛投資朋友們 如果今天不是我又領先 國際前瞻的趨勢 我知道因為QE 會導致整個全球的 原物料再漲一波 那麼節能的需求起來 我怎麼會硬要咬 告訴你 電動車 你要好好把握 來 我今天 再度恭喜 我TESLA相關的股票 我一直強調 賺房子 賺車子 來各位 這兩段喔 你核大一百萬跟著我的人喔 會你朋友一台聖口買 你已經是不是可以買一台 嘿 台灣本土的油電混合車 應該可以買得到了吧 那再普通的一台電動機車 總要買得了對不對 但是這個絕對不是我 一個終極目標 核大這麼強勢 包含今天很多汽車相關的股票 裡頭空單也被尬上去 各位 你有沒有發現 你要不要知道他的目標現在在哪裡 如果你想知道 記得要跟我們聯絡 因為我正式的告訴大家 我一直強20倍的本利比 那個都還不是我一個完整的目標 那是個初步的而已 我真的希望我們的終極目標 在你看到以後 好好的利用大盤震盪 個股有震盪的時候 跟著我們做同步啊 這個才是真正你財富大賺的來源 那像這樣的公司會不會複製有很多 我等一下回來馬上跟你講可承 可承的部分 我們所有給會員朋友訊息 9月18號當天 我今天還是要告訴你 總之今天大家看到可承很亮眼 但是我告訴各位的直奔一個假 不好意思 到今天也都還沒有來 所以他還有機會 等一下可承好好聽 希望我們不會有地方跟我們做聯繫 敬個廣告等下再回來 大家好 我是張飛 我喜歡騎哈雷 玩鵬凡 打高爾夫 整個淡海就像是我人生的大舞台 跟大家鄭重推薦淡水最優質的個案 假期人生 樂活成真 洪聖新世界二 您一定要來看看 2622-6888 洪聖建設 信義代銷 中秋變盤日 洪達店中秋賺到年底 洪達店底部行程 出身段加主身段 中秋賺到年底 三大利多 酷長苦加法人回補加嘎空 機會難逢 張老師只收一個月的費用 不到年底 請書部2022-2578-3777 2578-3777 第一手資訊 見在亞洲頭部手機APP 資訊電話 022-2578-3777 2578-3777 中秋變盤日 洪達店中秋賺到年底 洪達店底部行程 出身段加主身段 中秋賺到年底 三大利多 酷長苦加法人回補加嘎空 機會難逢 張老師只收一個月的費用 不到年底 請書部2022-2578-3777 2578-3777 生田藥莊高純度玻尿酸面膜 生田藥莊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副文是島塊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對家裡打鼓也是代用 生田藥莊高純度玻尿酸面膜 生田有說 歡迎回到政府現場 各位投資朋友 在9月18到當天 張老師我特別提醒全體會員 可曾突破152.5要直奔一个价 各位重点不是在我们所讲的直奔那个价而已 而是在于可曾当天突破152.5的时候 我多么期待是所有的投资朋友看到我节目里都已经进去了 但是当天看起来是由外资7000多张 后面的投信昨天又多买了1075张 你没有发现我常常讲我们有价格预判的能力 就这么巧你可以说我运气好 但是如果我每一次突破一个价钱 我就知道可以直奔到哪里去 你跟着我可以有这样好运气的话 我请问各位 你在股票市场不就轻轻松松 我常常讲你有的可曾有的核档 有的主流的股票可以嘎空的股票 包含现在布九鸿达店 你可以轻松去游商玩水了 有点不相信我们会员朋友 这两天的时间 我都知道你们都有赚可曾 赚一点有的跑了 我们会朋友有一个 有一个比较可爱的 康小姐常来我会场 她跟我说今天想去撞币 为什么 十几张的可曾 想说赚个几万块 因为人家市场上 有人一直在讲 一直在讲 因为赚几万块一直在讲说 可曾叫涨多了 可曾这样子叫涨多了 前两天就讲叫涨多了 然后这一段上来也一直在讲涨多了 讲涨多了重点就要告诉你 你要卖嘛 但结果呢 各位就发现你卖了以后 是像我一样讲的 一只金鸡母 你树菜 独独吃吃 通过的马行 你买都买不回来 我们的婚姻跟我讲说想要去撞币 我告诉你 先把撞币的那个精神留下来 不要 千萬不要 因為可成到目前為止 我今天還是要告訴你 投資朋友 來 台股目前本利比全新是19倍 我當時一直跟你強調 為什麼可成我要重壓 我可成幾乎止境不出 不像做真頂有來來回回 因為今年可成的營收跟獲利 都是創新高 我請問各位 可成這個東西 營收獲利創新高的股票 它值不值台股的平均本利比19倍 你知不知道可成 如果以今年的獲利EBS 去賺19倍本利比 營收獲利創新的公司 有沒有機會創下歷史的記錄 我坦白告訴各位 你今天看到的可成 是我們努力一段的成果 你兩天以前你去看一下 當時8395跌下來 到7048的時候 台北股票市場 80塊的可成做到277.5的 各位是誰 就在你眼前 我當時是帶各位這樣做的 我現在做法還是一樣 我還是提醒大家 你的機會還是很多 因為我絕對相信 一家毛利率44.5%的公司 遠勝老二凱勝 25%的毛利率超過五成以上 竟然市場的焦點都在凱勝而不是可成 沒關係 我希望你不要被恐嚇 如果你抱不住 記得跟我們同步 好不好 好 最後一點時間我昨天再給你提醒過了 宏達電只要達到這次財色地標 空單領會拜拜 今天王許榮董事長已經出來講了 各位宏達電將在中國發表全球首款TDLTE的手機 各位我一直講的秘密武器 他快出來了 現在在技術盤上面來講 宏達電你要注意了 先突破景線會先軋空 因為外資的買鈔 對抗融券 我相信外資會去買融券的部分 你拭目可以期待 最慢十月見證章 而且我在提醒 我相信空頭好日子不多 為什麼不多 因為十月你就知道 宏達電整個第三季的結果 但是我必提醒你 股價總是領先反應的 不是只有看過去 祝你操作順利 我們所有價格預判能力 還有包含操作的精華 全面的帶給你 明天見 一讓一時錯誤的行為 造成兩個家庭 終身無妨 迷路的遺憾 酒後駕車已經造成許多人死亡 及家庭破碎 不要心存僥倖 只要喝酒 就不開車 交通部關心您 中秋變盤日 宏達電中秋鑽到年底 宏達電底部行程 出身段加主身段 中秋鑽到年底 三大利多 庫廠股加法人回補加嘎空 機會難逢 桑老師只收一個月的費用 不到年底 請書博025783777 25783777 超越大凡 領先市場 挑戰自我 掌握行情 市場的常盛軍 亞洲投庫 用有一流的分析師整容 堅強的研究團隊 準確的多工操作 穩健的獲利績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資組合 亞洲投庫 帶您迈向不同高度 開啟非凡人聲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投庫 亞洲投庫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顧 自己電話 0225783777 25783777 筆電訂單現在遭到分食 代工廠偉創 將它們的成長動能 就鎖定在其他的領域當中了 除了今年將非筆電的營收 提高到五成 同時也大動作 完成了組織改組 其實不只是偽創動作頻頻 微軟為了挽救市場 10月中也派高層要拜訪 雙A 核碩 宏達電等等的重要夥伴 大家一起來商討反擊大忌 平板電腦快速成長 還有這個 黑筆電應該會比去年要好一點 單初筆電搶單策略 偽創早在9月完成組織改組 將產品失業群擴大為5個 分別是運算成